的话我们再利用Python来抓好了 如果用VBA,VBA其实刚好它有一个querytable可以抓 而且刚好它是table 可是如果像另外一个范围,它新版就不是table的话 那就抓不下来了 所以它只能抓旧版的 但Python的话就不分新版或旧版 反正它只要放网页上了 通通都可以抓下来 抓的方式我大概说明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要分析 分析的步骤要怎么分析 我前面有讲过 反正你就先抓什么 抓这整一个 整个比如说理论上 这个表格通常会选取的话 我建议是选那个左上角 比如日期这两个字 选起来就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检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在下方 或者你可以用这三点可以Duck图 本来在右边 我有时候放右边 那个字有时候折来折去 看起来不清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这三点Duck图 下面这边把它移到下面去 Button OK 这样的话看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清楚 有时候我习惯看网页的结构 有的时候是上下关系就放下面 还有左右就放右边 这样子 那一定要熟悉这个工具 因为这个工具如果你不熟悉说真的 你就非得要去看原始码 那如果看原始码看的真的是眼花缭乱 而且找不到重点 另外的话里面东西都是HTML加CSS 所以如果你看不懂这些东西 你要成为一个爬虫高手 可能会是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以那个 当成爬虫高手当目标的话 第一个Python需要 第二个HTML 第三个可能CSS 再来的话 刚刚我跟同学聊天 其实还有很多技术 像什么前端的技术 像JavaScript你可能要知道 或者人家常用Bootstreet 一些那个框架你也要会 这个是前端工程师部分 那还有后端工程师 就是像这个网页是用ASP写的 ASP再去抓资料 可能他是放在SS里面吧 再把资料抓过来 这整个过程他可能用GET或POSE 像这个是用GET上面有传参数 那也许有地方是用POSE 那如果这技术你也懂的话 那你要抓相对的就比较简单 所以如果延伸性 建议就是说也许第一个了解网页怎么撰写 第二个的话 建议刚确如果有时间的话 去架设一个网站看看 那如果你不知道架哪里 我之前有跟推荐吗 你们用一个NAS不就好了 一个NAS其实 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或者你们可以用树莓派 树莓派也可以价战 你们应该有每个都买吗 还是没有 有人买 因为树莓派成本比较低 他其实本身又可以在上面架SERV 因为他本身可以弄个Linus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弄个Apache 然后可以贯买Seql等等 反正上面其实也都可以在上面架账 没问题 只是说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领域了 OK 所以当然你如果了解更多的话 对于你未来 各方面 无论是你要就业 或者是你要创业 其实都是很重要 那如果你要创业的话 真的你十八方五一都要贵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创业 第一个要节省成本 节省成本才能赚到钱 那节省成本就是什么都要自己来 才有办法节省成本 别人说你一个人就是十八方五一全部都要贵 也就是你所有你的商品服务里面都用到的技术 你都要非常成熟 自然而然就需要学很多东西了 不过我觉得这一种一种挑战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 我觉得你必须要有强烈的动机 还有像小强一样的精神 就是打不死的 OK 如果你没有这种精神的话 那也许你还是 让老板请就好了 OK 风险的话就由老板承担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按右键检查之后 看到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 第一个呢 因为它是一个表格 所以它标签一定是一个tab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table 不过你会发现table好几层 这边一层有没有 再是上面的 下面这个的话一个br br就是换行 OK 然后在下一个这边就一个什么呢 table table的class叫什么 auto的style 4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表格 所以我们可以先第一个 先用fine 前面展规 先fine fine一次就好 因为它只会有一个 如果不确定你可以用ctrl加f 尋找一下 看有没有一样的东西 我找了一下好像只有一个 好 那第二的话呢 我们要抓什么东西 它里面的东西 它里面的东西 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t body 这个不用理会啦 这个不用理会啦 其实一般的话呢 不太会抓t body 你在那边抓table 那在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一列的话呢 就是一个tr 所以呢 你会发现这个 第一个tr是这个 第二个tr 第三个tr 当然也有人这样抓 就是我抓里面所有的tr 然后再把tr里面的东西用切割 抓出来 可不可以啊 OK 但是另外有一种就是说我不要抓tr 我抓什么 抓它的td td在哪里 你会发现展开来 那里面呢 有没有 一列里面的储存格 开头就叫td 那里面的td 你会发现 它的cars好像都一样 都叫做什么 auto style 所以呢 我试过啦 我用td我觉得抓好像会 相对会抓到一些不应该抓的东西 会花比较多力气 所以最后我决定什么 抓td就好了 但问题呢 在一个什么 一个表格里面呢 它总共有四个栏位 所以变成说呢 我要每四个 当成是一笔资料 每四个哦 所以特别之后 我特别 我就把它每四个 但是呢 每四个里面呢 第四个又是空白的 有没有 这里面空白 所以我抓的话 特别之后 我不抓这个 因为这个我大概说 输出我自己再输出栏位 那个名称就好 我主要从什么 从这个的第二个抓起 然后呢 先抓这一个 再抓这一个 再抓这一个 这个空白就不要抓了 OK 那我要怎么抓 其实哦 这前面我有讲过啦 所以我们大家来演示给各位看 一 我先知道一下它的table table名称叫 autostyle autostyle 4 所以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过来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的层 所以第一个哦 我先怎么样 先开一个module module名称页叫什么 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 然后呢 前面都一样 就是啊 这个request啊 beautiful soup这个固定 所以你可以拿别的地方贴 然后url的部分的话 那我就是这个网址 我先抓第一页就好了 请各位注意一下 也心不要太大 因为说真的 你一页都抓不下来 你不可能把六十页全部抓下来 所以也许不要跳那么远 先抓一页 先分析 先确定 底下的话就比较好解决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网址放过来之后 用那个encoding特别注意啊 因为我发现没有加encoding 它会run嘛 有没有 如果这个不加的话 等一下会出现run嘛 然后呢 一样beautiful soup 我用htmlpass就可以了 虽然说呢 官网说另外一个lxml效率比较高 但我觉得好像感觉差不多 我没有特别去算了 不过感觉不太出来 那用这个就ok了 那再来的话我find有没有 sp 用这个sp物件 就是beautiful soup的 soup物件 把它去find find的话是find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就是find 但是回来的话是一个自串哦 如果你find all 才会是串列哦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放个sp1 然后它是table 有没有 它的t 它的那个tag名称 另外它的class名称是这个 有没有 所以我抓到的话 就会先抓那个表格 抓到表格之后的话呢 再用find all 因为它里面的话有很多的td 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这个地方的这个一个tr里面 一个tr里面就会有四个td 一个tr里面呢一样就会有四个td 也就是说呢固定都是四个 不会有例外的 ok 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先抓的方法 那我就想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你不一定要照我的方法 你也可以去抓tr试试看没关系 那只是说我试的结果啦 用td好像相对的比较有抓的 比较不会有抓到一些不应该抓的 而且程式比较简短 好那抓下来之后的话做什么呢 哎第一个啦 我是建议你如果抓td之前 你可以什么 先不要跑到这边 你就是先把它print 我是建议啦你每抓一个物件 你就把它print看看 因为我们上课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个每个print 所以我先print出来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帮我抓到的 里面的话就td这些东西 那如果我要把它的里面的文字 全部抓下来的话就点tether 它一样是回来一定是一个 一个串列 应该加到哪里 跟着你来应该加到这个 不对应该是加到这边它 它是一个串列 所以如果要抓哪一个的话 那我应该什么 把它加一个0好了 抓第一个的文字里面的东西 我看一下 这样属性 丢给它 乱码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要把它打开 encoding 执行一下 日期 所以特别是抓到 它里面有抓到的 那个什么 上面栏位名称 所以要避开 先抓1看看 1的话 那意思类推 那当然就是它开头4个 0 123 所以012 2的话一样是标题名称 3 再来的话 4的话才是底下的资料 所以4理论上 应该就抓到哪一个 抓到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0 123 这个是4 所以如果把它输出看看 如果这个地方 假设是我要的 那就表示OK 当然如果特别注意 如果我没有加这个encoding的话 它执行应该会是错误的 这个地方就要乱码了 除非你要把那个encoding 等于UT8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呢 它抓到就是这个日期 所以4的话没问题 再来的话 再来就5 最麻烦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东西 你会发现 如果把它输入5的话 点test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也是将来 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因为它后面有这个空白 那如果我要把空白去掉的话 要怎么把它去掉 因为将来我不希望有这个空白 所以如果要把空白去掉的话呢 要怎么 如果你用点strip strip的话是前后的东西不要 但是如果是中间的东西不要的话 特别注意 用哪一个函数呢 我之前有没有特别讲 我叫repress repress的话就取代 取代的话你刚才讲说 一个旧的空白 逗点变成没有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里面的东西 取代成这个里面的 这个没有 就是把空白取代成没有 那理论上 他就会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空白去掉 理论上哦 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达到我们要的结果 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哎 奇怪了 怎么还在 如果啦 这个也是蛮常发生的 也就是说呢 网页上面的空白 跟我们实际上的空白 它是放在不同的那个内码表里面 也就是不只 一种空白形式哦 可能有两种 那两者之间就不mage mage就没办法删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 直接把这边的空白 copy 有没有 贴到这边来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好不好 其实有时候可以多多方面试试看嘛 有时候答案就是自己try出来的 哎 有没有发现 这样也可以哎 有没有 这也是一招嘛 那会是全形空白 不是 它不是全形 它也不是半形 不过啦 跟各位讲 你们可以查一下 这个东西呢 网页上的那个空白 它有一个代码 它的代码是这样的 反斜线 X0 XA0 OK 0还是O 0嘛 也就是它的那个内码位置是这个 内码的位置哦 不过这个可能要t也记不太 其实将来会发现错误 它也会有这个XA0的这个错误讯息 当然这个取代看看 如果用这个方法取代 搞不OK呢 也OK 有没有发现 所以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把输出那个东西无法取代的 复制贴过去 这一招 另外一招的话就什么 直接要记一下 这个可能比较特殊 因为网页上面常常会遇到这种网页上的空白 跟我们内部的那个空白不吻合的状况 那怎么办呢 两个方法 复制贴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怎么样 就是直接记这个 反斜线 XA0 那这个就内码 这个是unicode的内码 你可以它有个内码表 如果那个内码表几万个字 你当然不可能去查 所以通常知道这个 然后将来如果遇到问题的话 可以拿来参考 OK 所以我们写过的程式 我建议你都把它拿来当饭本 以后的话需要说 至少你要找得到 其实以前 最怕是什么 曾经写过的 但是呢 想找怎么样都找不到 那你就是真的是头痛 而且有的时候光要找这个东西 找了半天 所以像我后来都会养成好习惯 就是凡走过必留在痕迹 所以你会发现 我怎么样 我做完了 我一定会把那个云端白板做更新 而且是最新的版本 不然说真的 我哪怕我即便昨天才做过 我今天也是记不起来 你相不相信 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就想说我都记不起来 更何况一般人 对不对 我们已经在这个行业打滚这么久 我都记不得了 那更何况一般人 所以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不要以为你永远都会记得 所以一定要经常把它记录下来 让你的未来走得更顺 OK 不然的话你未来会骂你的过去 为什么 不把以前的事情记清楚 不然真的我可能会忘记 对不对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现象 尤其年纪越大 越容易很容易 前一秒钟想要说叫做什么 后一秒钟的话 我刚刚要做什么 有这种症状吗 有吗 如果有的话特别小心 可能你有失识 开玩笑 所以特别是我们分析完了 所以后面的话我就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基论上 所以我刚刚做的分析很重要 但是我们通常怎么讲 不太会怎么样 我知道这样做 但是有些人 因为我上课没特别讲 所以很多人就不是不特别这样做 你不去看每一个每个细节的话 那你怎么可能把下面东西写出来 所以我按照刚刚的推论 我要的资料是从哪里呢 从第四开始 4 5 6 7不要 8 9 10 11不要 有没有 所以我三个要 一个不要 总共会有四个嘛 那我要怎么把这个回圈写出来 特别注意哦 所以 怎么把这个 for i 这里吗 0123不要 所以这个不要 从四开始 所以 for i in range 从四开始 然后呢 到哪里 到这个 总长度 LEN 其实很简单 这SP SP2 然后 中间 逗点 要 间隔 所以要step step 每四个 一个间隔 那做什么呢 OK 每四个一个间隔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后面写是 四 从四开始 因为0123 前面四个不要 然后呢 到总长度 全部要 就下方都要 然后后面特别注意哦 重点就是 逗点四 为什么逗点四 因为我先抓四对不对 然后再抓八 再抓12 一直可以推 有没有一直往下 那抓完之后 其实哦 关键地方来了哦 我要抓前三个 所以我就是 这边加上三个中刮骨 第四个不要 那我后面的话就是 format先抓哪一个 先抓那个 SP2里面的i i如果是第一次抓的话 是4 对不对 那下一个我要抓多少 抓5嘛 所以把它加1 有没有 i加1变5 那5的话实际上就是要replace 所以这个地方哦 这个关键地方就这个哦 如果你不希望有那个错误发生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记一下哦 斜线 反斜线 然后 xa0 把这个加上去 然后取代成没有 OK 其实也不用strip 因为我发现前后好像也没有需要strip的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i加2 变成说这个是4 所以后面的话应该是变成这个 这个的话呢 是4 这个是5 这个是6 那7不用了 因为7空白了 更不用抓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再下一个step4 step4的话变成多少 step4之后变8 9 10 11不要 有没有 因此类推 应该可以懂我的推论吧 OK 当然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我想出来的哦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不习惯你 希望老师你这个逻辑怪怪的 我再没办法相容 没关系你可以用你比较相容的写法写 都没关系 说真的 我完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我有看过别人写的东西 我也完完全不能接受 因为我看那个书里面写的那个写法 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那我觉得你干嘛写的那么复杂 比较就很简单 我写出来 真的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自己觉得很轻松 很容易理解 但你看别人的东西你就怎么看就觉得怎么怪 我没有接受 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每个地方放在云端上的程式 全部都是我自己写过的 没有说票借别人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算是我的特色 所以以后你如果看到那个网路上有人写的跟我很像的话 观念一模一样 应该不至于是我操他的 我发现蛮多的 我发现这好事 等于是有人在复制我 在模仿我 被人家复制被人家模仿 其实应该高兴吗 还是应该难过 对啦 反正 不过其实我都比较是正向看待 反正也许有人这样做倒是好事 所以我最刚开始会做这件事情把影片放下去 主要是希望有更多人喜欢投入到写程式这个行列 终于有人跳坑了 好开心啊 什么 会有人想要跳这个坑 不过当然因为自己觉得很愉快 OK 好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就可以抓到我们要那些资料 有没有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可以拿掉 你会发现底下第一页的东西 瞬间 这边全部一次就OK搞定了 哇 感觉看到其实还蛮感动的 OK 蛮有成就感的 但是目前呢 只有一页 所以剩下来 想想看 如果写第二页 那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到时候就这边 这边 再弄一个URL 然后就把它改成2 改成3 改成4 其实我说也是可以把 加两三页可以 但是如果60页的话就不应该这样做 你就要思考什么 写一个制定函数 DEF 有没有 还记得吧 DEF 我其实我们在那个症状考试里面蛮多 DEF 然后怎么样 传一个参数过去给他 他Return一个结果告诉我 传一个 比如传一个第一页 他就第一页 传第二页 就第二页 他把Return Return就Return刚刚那个东西给我 那我就把它Return的结果 我把它串串串串串串 串在一起之后 最后我把它存成一个CSV 这样不就OK了 所以以后后续假如说 Python爬重完 因为Python这部分真的比较厉害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然后再丢给Excel去做后续 因为Excel后面的统计分析 真的还比较方便 那不就两边可以互相的协同应用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第一阶段 先试着爬取一个page试试看 如果你一个page可以爬完之后的话 再思考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如何爬取所有的1到60 但1到60要怎么样把这个程式写得看起来 是比较简短 所以后面我有带 其实主要是什么 用一个自定函数 丢一个参数给他 就丢哪一页 return什么给我 return他爬下来的东西给我 所以我就是有点像一个工厂 我就丢一个数字给你 你就一个东西回来给我 你再丢一个 你再回来给我 那我就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输出就可以变一个csv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就是第一个先抓第一页 你会试试真的不多 而且自己看都觉得好简洁啊 有没有 爬一个东西原来其实不用大废作章 爬虫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太多了 其实网路上你可以练习的东西太多 每天都可以爬很多东西 所以如果你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爬下来的话 那其实可以延伸出很多的商业 商业模式 而且可以自动告诉别人一些讯息 甚至可以啦 未来也许可以结合手机的app 有没有 得到的结果 你如果要得到这些讯息的话 我也可以就是push到app里面 你也可以随时观看到 甚至你可以再结合一些 怎么样 自觉化的 你要什么图表 我马上告诉你 你要的结果 统计分析 什么都有 意标版 那些像powerBI这样的需求 那这样 后续其实可以做蛮多事情的 光博弈就做不完 对 OK 请各位试试看